hrie helloammy 欢迎来到龙凤堂 正眼你好 hello大家好 今天ammy来到了就是获得2018年 好捷晴伴手礼大赛的 冠军店龙凤堂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获得的我们的产品有哪些呢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走Amy 我带你来去参观 好 我们今天来到龙凤堂 当然要来看看我们的冠军产品咯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今天请到我们龙凤堂的 就是第三代 郑远对不对 去年我们龙凤堂就60年了 对不对 走过一夹子 真的这个传承到这个好味道 真的要请郑远为我们好好介绍 我们这一次的2018年的好交情的伴手礼 就是使用我们的香蕉线去做的 那待会会希望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说 如何从阿嬷的时代就走过这60年 来 郑远说一下 其实这个一切都要感谢阿公跟阿嬷 对 因为从那个时候都是拜售起家 那时候时代非常的艰辛 对 就是手中都没有东西 所以说阿公就必须去学一些技术 对啊 那时候也是从淡水去学一些饼益回来 对 然后在炉州在地 然后开设这家店这样子 那以前的话也是用租的 因为根本没有本钱 对啊 以前根本没有本钱 以前真的很辛苦 对啊 那就是阿公阿嬷 就是两个人做饼 然后阿公有时候还要连接 可能就是贩售或是寄卖在别人那边 对 然后这样慢慢累积出来 那他的五个子女也是看他非常的辛苦 然后才觉得就是一起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所以60年了真的不容易 能够获得2018年好交情伴手礼大赛的冠军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哇 这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特色呢 来让大家看好交情 就由我们郑远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有哪些产品 这次我们主要就是存储了香蕉的蛋黄酥 还有香蕉蛋糕 这两款 对 这个就是组成这一组 我们的好交情的礼盒 那其实这两款的话 都是讲求使用台湾在地的农特产品 来做参赛的 香蕉 对不对 对 香蕉 哇 真的 大家听到有没有觉得口水直流想吃看看 而且我刚才一进来就看到我们这个是 香蕉造型的耶 我光是看到它这可爱的模样 我跟你讲 郑远 我要买十盒 我直接就是带到国外去送给我的好朋友们 就说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香蕉的伴手礼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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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种的当传书以前 应该是怎么讲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创新啊 因为传统的话都是包乌豆沙 不然就是包绿豆 对 因为是用那个蛋黄酥的做法对不对 对 就是蛋黄酥的做法 那待会大家想不想看 你试吃看看 因为用蛋黄酥的做法 我们知道就是它的外皮就是 酥皮油皮去做出那种酥脆的口感 做那种层次的口感 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个是有做到香蕉的造型 先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好焦情 这第一样的这个看到的就是焦滴滴 焦滴滴大家有看到吗 它的内线就是它中间的夹线 要请我们正远说一下 它里面是不是有加了那个香蕉线对不对 对 里面就是用我们在地的香蕉去做成的香蕉线 然后搭配里面的咸蛋黄 在地的香蕉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看到有那个香蕉 这个香蕉是有来头不是随便就出现的 对啊 来 是我们的这个是有履历 我们有履历的香蕉 它都会有一个像这种QR的东西 可以让顾客可以直接做一个扫描 就可以查到它的食品来源 就是它的那个溯源就对了 对 追溯来源这样子 所以光是从内线的部分 我们农凤堂就这么的用心 因为它也是很支持 就是很支持我们台湾的农产品 就是将我们台湾的香蕉特色 融入到我们的伴手里里面去 所以像大家朋友们 只要要出国外国朋友们来的话 我觉得我很骄傲的 我直接我就会 请我们朋友们带上这一盒的礼盒 是不是很棒 就是最特别的东西 就可以直接送给外国的朋友带出去 对啊 对啊 而且光是看到这个焦滴滴的造型 待会大家一定会想看看 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除了我们的焦滴滴之外呢 我现在看到了 这个是阿椒耶 古早味蛋糕 这真的是 每一口 我有试吃过了 每一口都是有浓浓的 就是那个香蕉的那个味道 对 我光是闻到那个味道 就已经有那个香蕉的味道 是天然的香蕉香气喔 另外我觉得好可爱的喔 上面还有盖上的跟香蕉串 香蕉的烙印这样子 喔 所以我觉得大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这一款的蛋糕 所以我们有中式的设计 又有西式的蛋糕 我光是看到这个造型 大家可以知道吗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生动 你知道 它这个香蕉都帮我们脱皮了 我们直接吃就好了 对 是不是好贴心 香蕉不用脱皮 这我一看到这个香蕉造型 真的我相信我们外国朋友们 看到就说哇 台湾真的是香蕉王果 一定要吃到我们这个 用香蕉做出来的伴手里 龙凤堂已经迈入有一夹子了 这个真的要请出我们的阿嬷 来为我们来说 这个龙凤堂一路上是 怎么将这些好手艺传承下来 来郑远介绍一下阿嬷 大家好 这就是我的阿嬷 阿嬷你好 阿嬷今年是几岁阿嬷 阿嬷过来一下 哇 相信吗 阿嬷说她81岁 81岁 81岁 气色超好 20岁阿嬷要来 20岁就嫁过来 所以阿嬷真的是 我看做我们 真的是60年耶 对啊 所以阿嬷嫁过来开始之后 这所有的高品什么的都跟着 真的太厉害了 好那要让我们阿嬷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好交情的这个 你有吃过吗 有啦 好吃吗 你都要试试看看 你都要试试看看 我们大家都要去做 其实是我们这 我们的团团 大家都有三个好多 所以都经过阿嬷 已经经过那个年了 已经来七八年了 我们每次都一定 所以样样都阿嬷的这个把关过来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的好交情会得冠军 真的是 绝对是货真价实 不容易 背后的大功臣这样 对 因为我们有人间 我们这边都给我们 有人间 有人间 好 郑远 接下来是要不要带我去看看 我们这个好交情的这个 焦滴滴 还有我们的蛋糕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阿嬷想知道吗 那我稍等就带你过去做参观 OK 我们很荣幸的今天可以到我们的 龙凤堂 我们的工作室里面 直接来看到我们的师傅 怎么教我们做 焦滴滴 它这个我们的伴手里 是这个 呃 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现在看到师傅 请问一下师傅 你现在是在揉 因为我们知道焦滴滴是 以那个蛋黄酥的概念来制作 所以有所谓的油皮酥皮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是在 我在做油皮的部分 油皮的部分 我有闻到那个好香喔 奶油味 奶油味喔 可是一般来说的话 油皮酥皮 有些外面做到很酥脆 可是我觉得因为现在 有一些是用酥油是吗 然后我们这个呢 是使用的 是安加奶油 哦 安加奶油 所以更有奶香味耶 对 那通常有没有什么技巧 其实它就是 油皮就是三光 三光就是锅子光滑 然后手里也光滑 然后面皮 就是面的部分也是光亮 面团也要光滑 所以这是三光 所以揉到三光之后呢 部分就先让它松弛 对不对 现在来我们看 好像来看一下师傅 现在就是要将我们的油皮的部分 对我们现在是要让它 因为我们现在是手工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 像洗衣服的方式 让它把精神洗出来 对 所以现在大家偷偷学到了耶 有没有这么好康啊 我们今天是直接来到龙凤堂 我们的最秘密的那个 我们的工作室 平常是不开放的喔 所以只有在Amy这一边 我们直接就说 我们想要看到真功夫 我们怎么做出这个焦地丁 好 那师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对 因为我们这些主要是传统油酥的部分 对 好 在旁边在这里 对 这油酥的部分 那另外在 在我们就是 你一般 我觉得大家朋友们 会有做到那个蛋黄酥 有时候它那个层次都做不好 等一下它会 主要是油皮和酥皮的部分 它杆的方法不同 所以会造成 就是会呈现的层次感会不一样 师傅 你说什么像以柔衣 或是洗衣板的方式 然后搓洗衣服 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跟你讲 我们都说一般没有在做的朋友们 一定 柔的 心性口感 都会把表现出来 对 大家来到的是现场 所以会有听到电话声都非常的正常 所以代表 我们龙凤糖这个特别抽出这个时间 让我们来参观 哇 那有油皮之后呢 要产生酥脆的口感 还要有什么 还用到 油酥 油酥的部分 嗯 那待会才会将我们油皮 还有我们酥皮 整个就是要做塑形 对 没错 嗯 才会产生那个层层叠叠 那个酥脆的口感 对 等一下这个油皮包酥的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外型 我好好奇那个焦弟弟的外型 它那个香蕉皮是怎么把它 它是做成两层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称重 所以今天大家朋友们非常有口福 有口福应该是Amy啦 大家非常有眼福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师傅 大家要知道哦 冠军是怎么做出来的 今天就不尝试了 直接提供给阿姐 所以 我们的好味道就是 因为刚刚阿嬷已经有说60年了 现在就是要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哦 就将那个阿公的时代的这个 传统的好技术 然后要再加上我们最新的一个饮食观念 然后就要靠你们咯 对没有错 靠你们把它就是推广给更多的像海外朋友啊 都可以 那当初请问一下有没有遇到什么 比较有趣或者觉得比较 心慰意冷啊 无法突破的问题 比较无法突破的问题 或者是说觉得很开心的事啊 都可以说 师傅 我觉得主要是在研发 一开始研发的时候 对 会有比较多的问题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呈现 香蕉这个产品 哦 对 而且大家的认知来讲 香蕉就不过我们吃香蕉的这一种的 这个味道 可是 据我自己吃过了我们焦弟弟之后 我觉得就是颠覆了我吃新鲜香蕉的那种 整体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就会想说 香蕉啊 不过就是吃到香蕉的味道吗 可是师傅也有讲 因为这是经过很多的一个实验啊 还有配方比例去做 而且我们这个香蕉馅 你知道新鲜香蕉再跟变成香蕉馅之后 这个工序 其实都是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会不太一样 而且香蕉又把它烤出来之后 然后味道跟吃到新鲜香蕉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开始有看到我们师傅 开始在做整形哦 对 所以要有做我们的外皮 还有我们香蕉皮 待会要折起来的那部分 我们转发一下 哇 現在是刷上蛋汁對不對 我們要總要刷兩層 刷兩層喔 等它乾之後我們的香蕉皮還要讓它剝皮對不對 哇 真的不容易 要刷到比較長的時間 對 而且你還要等它第一層的蛋液讓它稍微乾了之後才可以上對不對 對 不然它烤出來之後它的色澤沒辦法去秤出香蕉皮的光色 因為如果你還沒有等它乾就擦第二次的話 等於是只有一次的效果 對對對 可是通常我們都會偷吃不了 我們都直接推到烤箱裡面把它烤乾 表面 對 就是好像跟我們烤那個馬卡龍一樣 有時候你就是要讓它表面截皮嘛對不對 不然你真的等它乾花好長時間 那花很長時間齁 所以這也是技巧啊 感覺到它那個顏色就更鮮豔了 對 更飽和了 香蕉是差兩次 如果我們家的肉沙 就是上到第三次 上到第三次 它烤出來那個顏色會更 更飽和一點 更均勻更飽和一點 也比較不會裂開 對 所以通常這個後面你說到重點了 比較不會裂開 對 因為很多朋友們就是自己會在家做一些蛋黃素 可是很容易爆裂開 那就是因為它熱脹冷縮 就是烘烤的時候它那個酥皮就裂掉 哇 這個就是做那個香蕉的那個 地頭 我們現在是用可可粉 哇 這樣子就 有那個感覺喔 感覺出來了 對 這也是當初你不斷去想要用什麼方式去嘗試出來 對啊 你們一開始是用抹茶 然後因為抹茶好深了之後 它一樣會呈現 對 它的色澤 可是就感覺還是差了一點 還是跟可可粉還是有差對不對 抹茶感覺好像 水溝水溝那種感覺 然後顏色不是說這麼的美空 它不是這麼的可口的感覺 好像是派魚這樣 對 所以這也是經過你們不斷有去做的那個調整 你弄的蛋液都濕搭搭的了 這個香蕉皮我覺得是不容易耶 可是如果你沒有吃搭搭它也不好 它也黏住 沒錯 它也沒辦法黏住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這個又是費工了 這個真的 難怪要花四倍時間 哇 有耶 你剝皮剝好了耶 真的好漂亮喔 這也要手很巧 對不對 而且這個造型 這裏面真的好像那個香蕉肉喔 對 就是白白的這樣 對啊 哇 它造型超好看的 不過有偷懶的方法 拜託告訴我 真的齁 真的齁 真的無法偷懶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表現工藝在 真的 我們要吃的是吃什麼 吃一份那個感情 感情 你知道嗎 看了我們師傅剛才示範的焦滴滴的做法之後呢 大家有沒有想要吃吃看呢 今天請我們師傅來做最後的一個Andy 先介紹一下說我們的這個焦滴滴還有我們的古早味蛋糕 好 我們焦滴滴的部分就是呈現最傳統的做法 然後再做一些新的創新 然後讓它呈現的層次更好 那我們阿嬌的古早味蛋糕呢 它是用最新鮮的香蕉下去打的 那用最簡單的食材最簡單的做法呈現最完美的風味 這樣 謝謝 哇 聽了我都好想吃喔 那現在是請我們鄭遠 來 手上就是我們的包裝禮盒對不對 這一組的話就是我們這一個好交情的包裝禮盒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提袋呢 它也是我們搭配我們這組好交情的禮盒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組提神的部分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巧思 就是因為 啊 整組包裝設計出來之後阿嬤會覺得 那你的這個東西怎麼 好像不是他喜歡的紅紅的綠 那個大紅大紫感覺說 那你可以給我一條紅色的繩子 我說阿嬤可是黑色的比較好看耶 然後之後我們討論之後 那不然一人一條好了 那我們就一條紅色一條黑色 所以難怪我看到好特別 這個就是阿嬤要的有紅色的 就是很喜氣的感覺 那這樣 那我們想要買到這個禮盒 在哪裡買呢 會大家介紹 我們在盧州中正路就可以 對 永連市的廟口 然後中正路49號就可以看到我們家 然後在我們家的網路上也可以購買到 可以購買到這一組的禮盒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大家朋友們想要實實看 或者是說 想要送禮給我們的朋友們啊 或者是要帶出國送給外國朋友們 真的 這一個好交情我們的冠軍產品 絕對是你的首選 那我們大家同時為大家取一個讚吧 好交情伴手禮讚 好 OK 我來